超慢速针法勾织系列专门针对新手 第九集 短针的正拉针勾织 也叫外勾短针 上一期我们学习了短针的反拉针 也就是内勾短针的勾织方法 那这一期我们要来讲短针的正拉针 也就是外勾短针的勾织 首先我们要在普通短针上面来勾织短针的正拉针 勾针由右往左穿过整个针目 从右边来这里来入针 然后从底部穿过来 挑起了两根线圈 接着勾针照线 带出线圈 接着勾针照线 穿过勾针上的两根线圈 这样完成了短针正拉针的勾织 这根花纹比较立体 我们继续 针照线 穿过勾针上的两根线圈 这样又完成了一个正拉针的勾施 那我们再看一遍 首先勾针横着拿针头的方向朝着我们 由右往左来入针 相当于从底部来穿过整个针目 也就是挑起了这两根线圈 接着勾针绕线 把这根线从针目里勾出来 这样勾针上有两个线圈 接着勾针再绕线 穿过勾针上的两个线圈 这就是短针正拉针的勾施方法 那我们接着演示 在短针正拉针的这个针目上来勾之正拉针 同样的方法 勾针由右往左来穿过整个针目 好 就是挑起了整个针目 接着勾针造线 带出线圈 再造线穿过勾针上的两个线圈 这样就是一个短针 这样就是一个短针正拉针 那我们再接着演示 由右往左来穿过整个针目 好 那把整个针目调起来 然后就勾针造线 带出线圈 接着再造线穿过勾针上的两根线圈 又完成一针短针正拉针的勾之 用正拉针勾之出来的花纹是比较立体的 那其他的针法的正拉针勾之逻辑相同 都是由右往左从底部来挑起整个针目 然后再按照其他针法对应的勾之针法来勾之 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短针正拉针的一个勾之方法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针法符号 你学会了吗 我是芒果 喜欢记得点赞关注我哟